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何德林画那个村风已经苏醒 那个小女孩啊 很感伤的水牛啊 是吧 这些东西在我们看来这个很渺远的 这是一个虚构啊 根本不是这样的 我们画那个才是现实 现实就是我们画的这个东西 就是虚无 或者是就是一无所有 荒原 荒原 当然了 就可能一代人呢 总是有一代人的局限 他不可能是同时穿越几个时代 是不是啊 等到我们这儿 所以我是很同意就是把85作为叫做第一次当代艺术运动 到我们这儿就是当代艺术 他们是传统艺术 尽管它们也是一种新的艺术 就是跟中国的文化比 那些山水啊 花鸟啊 跟那些比啊 但是它的美学的根基是一个东西 都是移情美学 一个东西 嗯 它是传统的东西 传统艺术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这一批就85这批艺术家是第一次中断了这种传统的美学 嗯 告别了传统美学 或者说站在城市文化的立场上告别了乡春文化 而且一去不复返了 啊 永不回头 这个就是 对 所以当时那个89大展那个标字不就是不准掉头 哈哈哈 也不会再掉头了 就是这么一个事儿 我到了1989年呢 把这个作为现成品 把它拿过来 就是这个是1984年画的 但是1989年呢 我重新把它展出放在这里 又增加了这几张 88年画的 这个就是全黑的 实际上我觉得 就是我开始怀疑主义了 我对未来的这种 这种信念 我认为这种信念 一种简单的信念 这种乌托邦是有问题的 我就说 所以说呢 与其有这个信念 不如我把它回归到一种 就是一个问号 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 不可知吧 因为我觉得看来 当时的茫然呢 肯定是很普遍的 接下来就到六四学潮了 我当时叫绝对原则的小姐 就是说言个说 就是这样的一个 绝对信念的小姐 就是我们可以有一种信念 但是不能绝对 我当时意识到这个问题 对 就是我们必须得 对我们的信念呢 要考虑它有可能是一个 纯粹主观性的东西 它一旦面对客观实践 有可能是 你遭到迎头通缉 所以说 这个时候我就开始 变得比较 有更多的相对主义的 这样的一个立场了 另外我觉得 当时肯定的与这种 有一种茫然的体验 因为非理性正在膨胀 越来越膨胀 我相信一定是与 当时的整个艺术形态 那个从85年就开始 雪潮一浪又一浪 到了88年就已经很热了 再到了89年 最后就推到那个地步了 所以那再加上 这样原来人民和政府 是一家亲的 政府就是我们的父母 所以说 但到六四以后 大家不再这么感觉了 我们和政府拉开距离了 法国思想家 伯特利亚有个概念叫 罪恶的透明 就实际上罪恶 从来都是存在的 我们不可能 就是通过一个乌托邦的虚构 然后就把罪恶消除干净 像伟大领袖毛瑞希说的 要少出一切害人虫 全无敌 这咋可能呢 问题我们自己 就是害人虫 就是看在什么时刻 对不对 我们此时不是害人虫 可能彼时成了害人虫了 但是在另外一个时刻 我们没有变成了拯救者 这都说不清楚的 所以既然是这样 既然人性本身不稳定 那么这样一来 我就觉得 就从88年开始 普遍地表现出 这样的一个体验 经历过这个事以后 我就是在开始反思 反思我发现 仅仅是 就是有一个抽象的 一个就是说 一个就是 不需要做更多的反思的 那样的一种口号 和这样的一种态度 我觉得可能是远远不够的 而且当时开始在读 这个分析哲学的书 以前没有 以前主要是读存在主义的东西 或者是浪漫主义的 是吧 19世纪的 浪漫主义的 那么再接下来 就是读存在主义的 我觉得 无论是浪漫主义 还是存在主义 它都是 就是始终是沉浸在 自己的主观世界里面 它的这个视野 就在自己的主观世界里面 想一想 它把所有的东西 都变成自我表现的 这种狂想曲 所以当时的理性绘画 尽管不是一种直观的表现主义 但实际上它的 内在的那样的一个逻辑啊 还是没有彻底的脱线 脱离这个表现主义 它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就这时候我开始 在思考 超越 就设法来超越 一个自我中心的一个视野 当时那个时候 我已经和黄砖照面了 和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九十年代的时候 当时我们有一次 有一次论辩 当时这个黄砖的 就对我们 抨击的很 很这个 这个 很激烈 很鄙视 对我们那种 这种 高大权的东西 他认为一种 新的高大权 对不对 一种一种 一句话 我们是个宏大叙事嘛 被 这个这个九十年代的 所谓的近距离的 是不是啊 方立军啊 这个岳敏军 他们那种东西 是不是啊 就是 刘晓东啊 就是他们叫做一种 这个这个 隐积男的一个说法 叫近距离的审美 我们是远距离的 对吧 所以说那么 他们就是把我们说成 叫做宏大叙事 那么宏大叙事 在某种意义上说 和文革的那个 红光亮的东西 他觉得中语法 结构上是一个东西嘛 是个假大空的嘛 是不是 就这个意思 所以说当时 黄砖也是 抨击我们 所以你这个东西 有感情没技术 这当时给我很刺激 方立军吧 方立军 他们是什么时候 岳敏军 差不多是东西 对差不多 90啊 他们就91啊 就开始是画这个东西了 但只不过到了92 92就很明显了 我去广义的东西也是 到了92就比较出来了 就是90和91在孕育 在孕育 还有上海啊 在上海的李山啊 于有函啊 于有函画很多毛主席 穿的花衣服 差不多是同时的 差不多是同时的 对 92年的时候 我就已经感觉到 整个武汉都在画这个东西 我这感觉 这好像就有问题了 或者说 而且我预感到 这个东西可能将来会成为一个普遍的景观 一个一网打尽的景观 就是说 我可能意识到了 这个消费社会的全面占领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我都觉得 我在重新化这个东西 我是准备要和消费社会呢 拉开距离 我感觉政治波浦已经 和这个玩死现实主义啊 我当时有个说法 我就说 他们已经堕落了一种浮潜的 认识论无政府主义了 对 而且他们觉得自己状态找对了 就好像可以一劳永逸 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当时重新在推出我的这个东西 我把 但是当然我换了一个主 一个一个标题 不再叫绝对原则 绝对原则就好像是命运 不仅仅是我的命运 而且是人类的命运 是这个这个中华民族的命运 甚至是整个世界的命运 必须 所有的人 都要笼罩这个剧场下面 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想法 等到了我叫同性与态的时候 我的想法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意思说 这个是一个历史文化遗产 当时对宏大叙事 到底是批判呢 还是恐惧 我想提出这个问题 我觉得当时在很大程度上 比如方立军他们 岳美军他们 他们严肃地思考过宏大叙事的问题 我觉得他们就是简单地拒绝 这实际上有点恐惧 还有更多的没有头脑的那些人是跟着起哄 让他说一说什么是宏大叙事 宏大叙事的危害性在哪里 一种绝对理念 黑格式的这种同一性的这种话语 对不对 它的危害性在哪里 我觉得他们说不出来 所以说呢 那这样一来 我的意思说 把它作为一个客观的东西 客观的文本放在这里 这本身会引起我们很多思考 我觉得这是必要的 所以我就叫同一性与态 宗教化与咨询 就是这个决的原则 是一种历史文化遗产 如果要是我们这个时代呢 进入消费社会 这个没有问题 当时在呼吁消费社会 因为从中国的整个历史转型来看 社会转型来看呢 就是说 它要从农业的社会 过渡到一个 这个这个 城市文明 从乡村文明 过渡到城市文明 这本身是历史的一个走势 所以说呢 当时对消费社会的 这样的一个隐喻 我觉得它当然是抓到了 一个时代的脉搏嘛 所以说广义他们东西 花了一下就很有效果 包括那个Flaçat封面啊 这个可能是我在想 西方人一看 哇 中国变成这样了啊 这一下子进入了 一个消费社会的一个感觉了 是吗 是吗 OK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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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